小伙获得一顶神奇绿帽,只要戴上就能隐身,因此他发现了妻子出轨的秘密。 一半三更,陈祥有家却不回,上一秒还在笑嘻嘻地陪客户聊天,下一秒就打开音乐宣泄自己的情绪,当个乐中人。 看着窗外谈恋爱的两人,郁闷使他来口烟。 大概也知道,抽烟对身体不好,打火机就罢工不干了。 反正家也回不去,烟也抽不成,前面刚好有家心想事成杂货铺。 刚走进去,陈祥就被别致复古的装修看呆了眼。 女孩开口打破了他的金呆,说这里没有打火机,只有蜡烛。 陈祥气恼,杂货铺不卖打火机卖什么呀? 老板意味深长地说,只怕你买不起。 他们杂货铺的交易手段是只换不卖,拿出一个秘密就能换到一个宝贝。 陈祥觉得他们简直有病啊,生意不想做早点说嘛,转身想离开时, 老板一语道破了他的心事。 原来他老婆今天突然说要离婚,陈祥早就怀疑老婆出轨,对象还不止一个,是…… 三个男人。 哇,口味好重。 话都挑明了,他现在就想知道,让他顶着呼伦大草原的狗男人到底是谁。 听陈祥说出了心里话,老板也可怜可怜他, 只要陈祥再写一个秘密放进瓶子,老板就答应给他一个宝贝。 只要合理运用,你就能知道肩膚是谁了。 由于再三,陈祥答应了。 老板送他一顶格林帽,呦,颜色还挺应景, 但这不是普通的绿帽,只要对着帽子说出一个人名, 然后把它戴上,你就能隐身。 那个人自然就看不见你。 陈祥看着老板一脸正经的说胡话, 倾听他在这里忽悠人,你出去瞧瞧, 看有谁会相信你的鬼话。 老板亲身实验,他不得不信,拿着这顶绿帽, 陈祥如获至宝,妻子是婚纱店的销售, 平时客户很多,应酬当然也不少。 这天,刚好他约了客户外出吃饭, 逮到机会的陈祥就对着帽子喊出, 刘云,然后戴上绿帽。 用打开后备箱,引走刘云的办法, 悄无声息地坐上了车。 爱是一道光,绿道你发慌, 看着妻子补装打扮, 两人还约在老地方间, 好家伙,这都多少回了喊老地方, 我倒要看看挖我墙脚的人是哪个家伙。 来到约定地点, 刘云也和情夫碰了面, 令陈祥没有想到的是, 这居然是个老外, 中文说的还贼溜, 只要是有眼睛的, 都能看出老外对刘云有那么点意思。 陈祥眼睛死死盯着他, 就是你这个狗东西抢我老婆? 虽然头上的绿帽能隐身, 但只对喊出名字的刘云有效, 其他人还是能看见陈祥的。 老外被陈祥仇视的眼神吓到, 但随即又把注意力转回来, 借着签合同的名义和刘云约了下顿饭, 你们还想要有下次啊? 看着老外离开, 陈祥忍无可忍, 直接拔下绿帽, 把合同撕个粉碎。 虽然动作有点潇洒, 但鲁莽的他却没有弄清楚事情的原委, 在他看来, 这就是靠妻子暧昧签下的合同。 晚上回家, 两人不可避免的发生争吵, 刘云质问为什么撕合同, 陈祥却牛头不对马嘴, 说王总李总怎么样, 双方各说各话, 只把自己的不满发泄出来, 没听进去对方说的任何一句。 最后刘云忍无可忍, 吼出一句, 离婚! 陈祥后悔了, 还是想挽救这段岌岌可危的婚姻。 他去找杂货铺老板, 想要讨个物件抢救一下, 格林帽的作用有点鸡肋, 他想要个想对神隐身就能隐身的宝贝。 老板说, 有倒是有, 就怕你接受不了。 陈祥放出大话, 只要别让他扮女人, 干什么都行。 老板答应了, 随手掏出一只经典的烈焰红唇, 这红配绿, 嗯, 可以的。 第二天, 刘云为了向老外赔罪, 专门请他吃饭, 陈祥一手绿帽, 一手红唇, 心情复杂地蹲在门口。 哦, 算了算了, 反正也没人看见, 随后就抹了上去, 路过的小妹心情也有点复杂, 原来大哥你是这样的人, 打扰了打扰了, 戴上礼帽, 陈祥就站在这对狗男女中间, 听着老外对他妻子表白, 却不想刘云拒绝了, 并说自己结了婚, 当提问到他丈夫是个怎样的人时, 刘云不曾说过一句不好, 他细数着两人在一起的点滴, 大学刚毕业时, 陈祥会咽下最苦的艰难, 最好的会留给自己, 会在凌晨走一两个小时的路, 就因嘴馋的女友想吃一碗热干面, 会把自己从什么都不会, 变成烧好一桌菜的居家小男人。 陈祥默默听完, 走到门外取下帽子, 准备好后又重新进门, 以留云丈夫的身份和老外打招呼, 然后就向妻子道歉, 因为他的多疑和自尊, 导致他们越走越远, 形同陌路, 每次见面的时间不多, 可次次沟通都会把语言化作利刃, 刺进对方胸口, 从不会静下心来听听对方想说的话, 陈祥希望妻子能再给他一次机会。 故事最后, 他们来到大学时期常去的面殿, 放下了心中的惩戒, 解开了彼此的心结, 而那顶格林帽也被陈祥丢进了垃圾桶, 小声嗶嗶, 这顶帽子还在吗? 我也想剪。 感情啊, 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事, 你也不是对方肚子里的蛔虫, 问题不拎出来解决, 等到发臭发烂了再去解决, 也许来不及了。 感情破裂, 终究是要解决问题, 还是解决对方, 静下心的沟通还是很重要的。 好了, 这就是今天萌妹带来的影片, 格林帽, 我们下次再见。